苹果手机一直是姬黄的存在,几乎没有任何手机能与它相比,无论是外形颜值和性能上,从乔布斯时代就已经震惊世界,吸引了无数的果粉。 但是如今国产阿卓机器外观颜值性能也都完全不逊色苹果,为什么这些人还要追求昂贵的苹果,而不选择新交比的阿卓呢? 网友称,是你根本不了解iPhone,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原因,其实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品牌效应,苹果从一开始就有品牌效应。 在人们心中苹果手机一直是高端的存在,其实事实也如此,被人们认为有钱人的象征,拿着苹果手机出门非常有身份地位,在性能上是原因之二。 不得不说苹果手机的性能,确实秒杀一切安卓手机,凭借着自己的独家处理器,要比如今安卓主流处理器小龙845还要强很多很多。 根据报道小龙845的性能仅仅停留在苹果A10处理器时代,也就是两年前的iPhone7性能,还有就是颜值的问题,都知道去年的iPhoneX吧,全面屏非常美丽,屏价比也是达到了新高度,并且引来了国产大量模仿刘海屏幕。 玻璃机身,金属中款,数牌双摄,模仿毕竟是模仿,整不好还被人们认为山寨iPhoneX,更为掉面子,还不如买个手法外挂。 最后就是iOS系统了,手机系统就分为两大厂商,一是安卓,二就是iOS,苹果独家系统。 不经过苹果,认证的软件是安装不到苹果手机上的,大大增加了我定性,并且长时间用机,都不会出现卡的现象,这就是为何人们都喜欢用iPhone而不喜欢用安卓的原因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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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